黎峰被爆平板看成人电影 疑似有选妃行为 被抓疑似因为抠门 9月11日晚 黎峰多次嫖娼被官方通报 为他的狡辩落下了实锤 消息已经曝光 立刻轰动了全网 引发了网友们的剧烈的讨论 按照知名 余记张小航的话就是 可能嘴有多硬 打脸就有多痛 黎峰的打脸显然在他两次辟咬后 显得更疼 就当众人还在为黎峰的违法行为 表示不理解 震惊之时 粉丝也还没有在偶像他访的 巨大痛苦 环顾神来的时候 又有女网友曝光了黎峰更大的瓜 曝光的这个瓜 显然比嫖娼更为可恶 如果事实成立的话 显然黎峰予无冒犯 真的是一丘之合 爆瓜的女网友晒出了几张实锤照片 由黎峰的贴身近找 也有酒店房间入住信息 几张照片还自带时间信息 可以说是毫无披图痕迹 垂上加垂了 首先 从女网友曝光的文字动态来看 指出黎峰不关是嫖娼 还疑似选飞 该女网友说到自己陪着黎峰在海口 拍戏待了很久 发出的其他照片 也有自带的时间信息 从时间信息上来看 是2021年6月6日 与其行程也对得上 让人尴尬的是 该网友曝光的其中一张 黎峰的照片中 黎峰戴着框架眼镜 低头认真滑动着平板上的内容 不仔细看以为在做着什么证实 但仔细一瞧 却发现平板上赫然罗列的是 令人害羞的小电影 且从搜索页面来看 还是个专门的软件 不得不说 黎峰约会女网友 准备的很是齐全 翻找小视频 接下来想要做什么 也不用猜想了 网友们肯定都能心领神会 除此以外 还有该女网友晒出的 定房信息的短信 几样信息叠加起来 至少能够实锤 该女网友与黎一峰的 却有着不可告人的亲密关系 但是对于黎一峰是非选妃的细节 倒没有任何的实锤证据 仅仅从其发布的文字信息的表露 黎一峰可能涉及到选妃的 不到的行为 这一点逼着也不能妄加判断 毕竟在黎一峰被曝光 瓢状消息之处 大多吃瓜网友 还是要看实锤证据的 否则不予定性评论 如果该女网友后续还有更多爆料 其选妃的实锤证据 那就只能说黎一峰又突破了 劣迹一人的道德下限了 作为开启了流量时代的初代顶流明星 长得较好的面容 想要谈恋爱的话 相信会有很多女生会喜欢她 而在这几年流量迭代下 黎一峰也有了几部成功的转型作品 可以说是 未来往实力派影员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 事业就在眼前 广告商业代言 也比大多数所谓的流量明星要好太多 就连采访的时候都说过自己不缺钱 但就是这样长得帅 多精单身的鼎流明星 却选择了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方式 离开了娱乐圈 有网友爆料 离一峰之所以被抓 疑似也是因为钱 因为太抠 因为怕留下记录 就让刚约完的工作者不要打车 其共享单车回家 结果该女生真的在凌晨两三点骑了单车 结果被巡逻的警察喊出问话 该女生也老老实实的交代了 也供出了李一峰 至此李一峰被喊到了警察局 而另外的网友爆料 应该当时没有被抓 可能证据不足 签了单子就离开了 以为没事 谁知道还是被曝光了 当然这些细节都是网友们的文字曝光 没有真正的实锤证据 只能当个笑料罢了 至于李一峰 如今是什么情况下被抓 以及是否存在女网友爆料的选飞事件 还要看这个瓜的后续发展 不过按照如今 内娱的整顿力度 估计也不会再让此人活跃在热搜上了 李一峰 1987年5月4日出生于 四川省成都市 中国内地男影院 流行乐歌手 影视制片人 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电影电视学院 2007年参加东方卫视选秀娱乐节目 加油好男儿的比赛 获得全国总决赛第八名 从而正式出道 其实李一峰的沉迷之路走得并不容易 当年选秀节目结束以后 李一峰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活起来 一直到一部电视剧的出现孤见奇谈 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 她一下子活遍了大江南北 成为了大家最喜欢的百里土苏 最近她的新戏《暗夜行者》 获得了很多人的肯定 她在剧中的角色有很强烈的反差感 洛翔是潜伏进犯罪团伙的卧底 但是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 她不小心出了意外 这也就是故事的开始 我们不得不承认她是白变的 一个白变的演员就会有无限的可能 她能够演任何她希望的样子 每一个角色都刻画得火灵火现 《红与不红》对于她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 她所看重的从来都是影戏的本质 角色对于她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年 她的作品并不是那样的多 但是每一个剧本每一个角色 都是她精心打磨的 认真才能够出新品 国内娱乐没有李一峰这么大的卷子 她曾经是一位歌手 但并不出名 她在2014年开创了国内娱乐的新时期 至今没有人能超越她 在现在的网络媒体盛行的年代 李一峰的嚣张 她的自恋 她的性格 让她的很多粉丝都喜欢她 这不算坏事 也不算坏事 就如她的性格一样 傲慢而礼貌 傲慢而不张扬 最近几年当后明星都在拍戏 好像所有明星的终极目标 都是演技好就好 虽说也有一些人转型的很成功 但大多数明星的演技 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因为一场精彩的表演 所要付出的经历和经历 远远不是一句 我会消耗掉自己的热量 这么简单的 07年的加油好男儿 李一峰成名 14年古剑奇谈大火 她还给自己取了个外号 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艺人了 这一切都是她一步步 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古剑奇谈在电视屏幕上的 点击量和讨论数 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一夜之间 这一天的收视率突破了两亿 一月登上了收视率第一的位置 成为了今年的热门话题 李一峰是最佳男主角 金银奖最佳女主角 人气高 演技好 人气高 主演的大V系列电视剧连续七次曝光 一古剑奇谈 V排行榜连续七八个月 没有被人超越 二胡思生香 第一次播出三次 没有人能破记录 三盗墓笔记 一部网络电视剧平均票房超过四亿 四麻雀 一1.7年来的平均收视率 创下了间谍电视剧总点数亿的历史记录 五青云志首屈一指的网络点击率为500页 六白云蓝入围 隐秘而伟大的收视率达到了1.465 其优酷2020年首播的号手就位 而李一峰这个主角自然是能演好的 隐秘而伟大中的顾耀东 老炮中的张小波 动物世界中的郑开斯 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他现在还差暗夜行者和操场 当风格的表现却是出类拔萃 暗夜行者是一款以李一峰 送易为首的侦探类犯罪连续剧 讲述了沉默 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 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 他选择了东南亚最大的贩毒集团 操场是一部以掩埋16年的恐怖现实 校园三葬事件为狼本 并在中国政府主导下 成为另一部打击犯罪的剧职 所以这部影片的阵容非常出色 从演技的角度来说 李一峰是怎样在大巨星和 宗少兵的角色 轻转换自如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